中国诗名作家兼导演郭敬明 以电影《小时代》系列走红 不过近来遭到中国影视圈 共111名编剧、导演、制作人 以及作家联合抵制 而她今天凌晨突然就15年前 抄袭另外一位女作家庄宇的作品 全你全外的事情在微博上面道歉 并且表示将把梦里花落之多少的版权收入 全部赔偿给庄宇 综合媒体报导 郭敬明2003年出版的小说 《梦里花落之多少》被庄宇一状告上法院 2006年法院判决她构成抄袭 不过她并没有依照判决 在中国青年报上面公开道歉 只是刊登判决书的内容 并且赔偿人民币20万元 她今天在道歉文中表示 在这个对生命有重新认知的特殊年末 想做一个迟到太久的道歉 郭敬明坦承当时她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 于是在律师让其选择写道歉信 还是刊登判决书的时候 她选择了后者疑律刑法律惩罚 她表示这个错误一直伴随着她15年 今天选择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 面对给庄宇造成的伤害 面对被她辜负所有支持她跟 相信她的读者跟合作伙伴 她欠所有人一个道歉 她并承认自己做了非常不好的示范 希望大家以她为戒 拒绝抄袭 重新创作 庄宇今天也透过微博表示 她接受郭敬明的道歉 并且建议将郭敬明返还的版税以及收益 加上圈里圈外这本小说出版之后 获得的所有版税 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反剽窃基金 用于协助援助创作者维护权力 并且接受公众监督 知名作家崇尧 中国编剧于飞 宋芳金等111名编剧 导演制片人跟作家的联名性 只演出有抄袭劣迹的郭敬明 于正出现在综艺上面进行话题操作 以此提升点阅率收视率的做法 已经引起相关从业人员跟社会各界的反感 联明性呼吁不要给超级剽窃者提供舞台 要多宣传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尊重原创 与此同时 以演习攻略爆红的中国知名制作人于正 也是联明性的抵制目标 于正一直以来都颇具争议 剧作也时常传出抄袭 他的公所联程就直接抄袭崇尧的作品《梅花绕》 不过尽管负面影响传声 于正依旧依然顾我 在郭敬明发布道歉文之后 于正竟然也在今天上午公开发布道歉函 表示崇尧是自己从小到大的偶像 关于公所联程侵犯梅花绕板前的事情 他现在才来道歉 并非不愿意坦诚错误 而是缺乏足够的勇气 并表示自己在这六年里面 并非一帆风顺承受了巨大压力 除了赔款之外 还要面对平台投资方一系列的赔偿 简直是血一般的教训 他还直言表示自己已经知错了 向所有原创者道歉 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为每一个创作者 带来警惕 敬畏原作 尊重法律 于正道歉也让中国网友纷纷下坏了 表示今年最后一天 真是什么稀奇的事情都见证了 也有网友表示看来联科抵制真的有效 把孤傲了一辈子的余政都炸出来了 先前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向美国官员套取政治跟国防机密资料的 新加坡籍男性姚俊威 已经在12月30号被遣返回新国 并且在同一天被新加坡内部安全局逮捕 而在此同时日本媒体记录大概有5000名中共党员 渗透到日本300间企业里面 对此一向被视为亲近北京的日本共产党委员 志伟和夫也罕见表态 反对日本邀请习近平以国兵身份访问日本 综合媒体报导 39岁的姚俊威曾经是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学生 他在2015年到2019年期间为中国收集情报 又立美国军事人员跟政府官员们替他撰写报告 再转交给中国 而他在去年11月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逮捕 今年7月在美国法院承认一项非法 作为外国代理人的罪行 并且在10月被美国判处监禁14个月 而12月30号刑满之后 他被遣返回新加坡 不过姚俊威才刚下飞机 就已经被新加坡内部安全局逮捕 新加坡内部安全局发布文告表示 他们接下来会对姚俊威展开文化 以确定他是否参与过损害新加坡安全的活动 而另外今年6月成立的国际组织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 获取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 195万名注册党员的名单 根据日经新闻网 有多位中共党员已经渗透英国 包括银行、制药业以及航空业等产业 日本则有5000名中共党员 渗透近将近300家日本公司跟分支机构 其中有超过80%散布在制造业 由于间谍事件频传 加上中国在新冠疫情发生出奇 不断引力消息打压吹哨人 造成全球至今还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之中 对此已向亲北京的日本共产党委员长 智慧和夫也公开表态 他反对日本邀请习近平以国兵身份访问日本 他还提到中国在东海的霸权主义行为 对香港跟维吾尔族人前的迫害 都是国际关注的议题 即使邀请习近平来恐怕也无法取得积极成效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今天公布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 已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赴条件上市 而根据国药集团数据显示 该疫苗保护率为79.34%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跟国家药监局的要求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中国国务院表示 疫苗研发过程是在跟病毒赛跑 但是中国充分尊重疫苗研发的科学规律跟科学原则 当局表示 中国是最早开始临床试验的 也是最早开始三期临床试验 但是由于中国疫情控制良好 必须在境外才可以开启临床试验 而在临床试验过程之中 中国也严格遵守三观规则 绝不会为了争夺第一而强炮 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郑一新也在会议上面表示 新冠病毒疫苗将为全民免费提供 不过尽管中国当局蓄势待发 要将疫苗推广到全球各地 但美国之音跟央管指出 中国过去曾经发生多次毒疫苗事件 加上中国新冠疫苗的研制过程跟品质也缺乏公信力 在中国国内就传出有许多医护人员 拒绝施打中国疫苗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橄榄科主任张文宏教授 在12月22号一次会议上面就公开表示 他认为领导应该要先打疫苗 而翻页资料江苏镇江市疫苗接种抵摸 紧急通知显示 当地官员没有一个人报名施打疫苗 上海11月份类似报告也显示 杨浦区中医院更是超过9成的户户人员都拒绝施打疫苗 毕竟中国一向是一个让领导先走的国家 前中国青年报冰店杂志编辑李大同也认同张文宏的说法 他表示中国疫苗资讯太不透明 不如等领导阶层 例如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们 国家的主席、副主席们 都坐在电视机前面施打疫苗 大家才可以对中国疫苗增加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疫苗定价并不便宜 江苏官方日前招标采购 由科兴、生技等业者得标的两款新冠疫苗 得标价为每季人民币200元 大概是美金30.6 而相较之下 辉瑞疫苗报价仅有19.5美元 莫德纳报价为37美元 是采购量可以降至25美元 据英国牛津大学跟阿斯特杰利康 合制的疫苗只要3-4美元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根据中国卫健委公告 本月30号 中国31个省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25例 而其中辽宁5例 北京2例 黑龙江2例 境外输入16例 并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 辽宁3例 黑龙江1例 境外输入4例 由于辽宁已经连续多天出现本土病例 当局也在30号下午宣布 辽宁省沈阳市立即启动响应政策 全面进入暂时状态 根据自由时报引述中国媒体报道 辽宁省的本土病例 皆出现在省阳市以及大连市 因此当局决定全方位排查风险人员 以防止疫情持续扩散 对此 中国网友们纷纷上网发泄情绪 批评当局政策太慢 行政效率太低 也有网友表示 最怕病毒变异 希望当局可以看紧门户 让大家可以回家过年 至于是否有必要 因此在春节期间限制出行 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表示 双节出行需求增加是必然的 而且在中国没有必要禁止出行 但是不鼓励大家去国外 也不要去国内 已经被列为中高峰性的区域 他特别指出出行要注意三点 戴口罩 请洗手 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这样就可以平安度过新年以及春节 另外也有许多人担心 冬季疫情是否会反弹 钟南山表示 反弹是指又像一开始那样 病例大规模增加 这是不会发生的 中国已经形成非常有效 非常严密的防控 不过肯定会有疫情反复 散发出现的情况 对此钟南山也谈言 现在有变种病毒情况 传染性会增加 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 变异会引起病毒对疫苗的抵抗 或是病毒的毒力会更加加重 他强调病毒变异本来就是会越来越多 而这就是要各国政府跟科技工作者之间 共同努力 减少病毒扩散以及病毒变异的机会